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芒果台曝光肖战新电影内幕 合作双料最佳导演,强强联合 近日,网上铺天盖地多家媒体都在报道肖战下一部新电影 不是网上转得沸沸扬扬的得显紧致 就连芒果台官方也曝光了肖战新电影的内幕 将要合作双料最佳导演翁子光主演新电影《我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消息属实 这肯定是强强联合 肖战在电影里塑造反派角色 着实让人心持神网 据悉芒果台官方曝光了肖战新电影内幕 将要合作双料最佳导演翁子光 真可谓是强强联合 至于电影的名字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所关注 不是之前转得沸沸扬扬的得显紧致 而是《我的答案》 另外多位媒体还曝光了肖战的角色 大致意思是说肖战将要挑战大反派 其实肖战一直都想挑战反派角色 继续完成自我突破 如果肖战真的签约《我的答案》 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吃瓜不信瓜 一切都要等待官宣 非官宣不约 陆陆续续网上曝光了肖战多部新电影 可以这么说 在肖战新剧《藏海传》杀青后 网上各种各样的丙络绎不绝 包括孔生导演的《德显紧致》 冯小刚无悔追踪 现如今再加上我的答案 让人眼花缭乱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肖战 相信肖战很快就要进组了 这是肖战的初心 也是最重要的事业 但还是那句话 至于肖战拍什么电影 目前并没肖战实力派 未来可期 有官宣 还是安安稳稳等待后续即可 肖战实力派 未来可期 肖战新电影首次饰演反派 顶流转型的风最终还是吹到了肖战身上 大家好 我叫徐白 今天来聊聊最近的热点话题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对肖战的新动向持怀疑态度 毕竟他在拍摄完电视剧《藏海传》后 正带着父母享受海外的悠闲时光 据我们了解 他的下一部作品已经敲定位电视剧《德显景致》 而电影《我的答案》可能会稍晚一些 排在《德显景致》之后 这中间的变数确实让人心生期待 毕竟 演员的工作计划并非一成不变 现实可能并不完全按照我们的猜测进行 不过 我们可以期待的是 肖战无论何时回归 都会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部影片聚焦于检察官吴亚美等人 在面对嫌疑犯及其辩护团队带来的舆论风暴时 他们坚守职责 深入调查 凭借确凿的证据揭露了隐藏的罪行 最终让嫌疑人当庭认罪服法 虽然肖战在这部剧中并不是扮演检察官 而是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犯罪嫌疑人 从肖战的演艺生涯来看 他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逐渐展露头角 再到主演经典作品 最后成功转型 跳出情感纠葛的框架 这种从流量明星向深度演员的转变 似乎也终于降临在他身上 对于那些对他还不太熟悉的朋友们 让我来简短的介绍一下 翁子光 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 自1998年起就活跃在电影和电视制作领域 担任过多个项目的制片人 他的才华和经验丰富无比 2024年凭借电影《风在起》时 赢得了第1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港台导演奖 并且在柏林华语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导演 还曾在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折贵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导演 哎呀 你可知道德显紧致这部剧啊 那可是个真正的精品之作 从头到尾 每一环节都得做到极致 悬角这事 可不是闹着玩的 连那些本来人气爆棚的配角 也得是原生态的脸蛋和原汁原味的台词 才能过关斩将 剧方对于角色的要求高得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 就连场景 道具这些细节 他们也是追求完美 一心想着把原著的精神世界最大程度的呈现在大家眼前 所以 这部剧的前期准备 那可是耗时耗力 像马拉松一样漫长 想想也知道 肖战的德显紧致能在我的答案之后顺利开机 背后肯定有他日积月累的努力和精心策划 你知道吗 肖战从一开始在娱乐圈默默无闻 就像个小透明 在内雨里受尽了魔力 但他就是靠着那份坚韧和才华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成为了如今的顶流明星 他说 一夜成名哪有那么容易 黑子们的攻击 他都默默承受 然后用实力证明自己 每次看到肖战的新作品 我都感到无比惊艳 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 即使身处顶流 他也从未停下脚步 一直在进步 德显紧致和我的答案 两部作品都展现了他卓越的演技 让人期待不已 我真心期待他在每个角色中 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这就是肖战永远让人充满期待的肖战 肖战晒出瑞士明信片 展示瑞士美景 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在繁忙的工作和高度的公众关注下 肖战依然坚持用心生活 努力在紧张的行程中寻找平凡的幸福 近日 肖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几张瑞士明信片 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这几张明信片不仅展示了瑞士的美丽风景 也传递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他是勤勉的工作态度 肖战一直以其他是勤勉的工作态度著称 无论是拍摄电视剧 录制节目 还是参与品牌代言 他总是全力以赴 力求完美 他的这种敬业精神 不仅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赞赏 也深深感染了他的粉丝 尽管工作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 但他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 一丝不苟的生活 在工作之余 肖战同样一丝不苟的对待生活 他努力让自己活得像一个普通人 尽管他的盛名和公众的关注 让他的隐私空间极度压缩 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生活态度 肖战经常素面朝天 像个邻家男孩一样在家乡的大街小巷中游走 享受着简单而真实的生活 这种平凡的幸福 正是他在繁忙工作中所努力追求的 在平凡中寻找幸福 这次的瑞士之旅便是肖战在忙碌工作之余 寻找平凡幸福的一个缩影 明信片中展示的瑞士美景 不仅仅是他对旅行的记录 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 在紧张的工作间隙 他见缝插针的陪伴家人 尽情享受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尽管这样的时光总是短暂 但每一刻都弥足珍贵 自意灿烂的笑容 肖战的每一次旅行 每一次休息 都是他生命力的最强回响 无论是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 还是在城市中享受美食 他总是保持着自意灿烂的笑容 镜头中捕捉到的山野清风 湛蓝湖水 都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的见证 肖战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 尽管工作繁忙 依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粉丝的支持与鼓励 肖战的这次瑞士之旅 不仅让粉丝看到了他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表达对肖战的支持和祝福 他们被肖战的生活态度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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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